今天和大家做一個日式照燒雞鑊仔薄餅 首先我們做薄餅的麵糰 水稍微暖約40度 將糖和酵母放入水中 這個步驟是活化酵母 等它10至15分鐘 麵糰的另一部分是中筋麵粉 加入少許鹽去拌均勻 等酵母水OK的時候 放入麵糰中間 加上橄欖油 首先在碗中拌勻才會容易 等水和粉混合好 先放在桌上搓 麵糰越搓得越多便會好吃 初初你會覺得黏手的時候 千萬不要灑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麵糰和水的比例就不適合 搓出來麵糰會有粉 就會偏多 薄餅就會很緊 搓到差不多的時候 都看到表面比較乾 可以將它出原來 準備大碗 塗少許油 把剛才滾好的麵糰放上去 然後用一塊布蓋著 不要讓它乾 我們就等它在室溫 發酵40至45分鐘 因為我們今次用電池錄的關係 它加熱是非常之快的 我們就可以放油 之後放些洋蔥 日式七字已經聽到聲 我們就爆到它有點透明 然後我們就要煮那個日式燒汁 然後我們就要煮那個日式燒汁 我們爆香我們的蒜蓉和薑蓉 然後就加一些味淋 煎酒 醬油 如果沒有日式醬油 就用普通我們家的生抽也可以 再加少許糖 我們用一個慢火去煮它 我們不要用大火 我們這次要關小一點 因為我們有糖 如果太大火就很熱 它的汁熱爛 我們就把雞放進去煮 我們慢慢用這個中小火 把雞煮熟 其實我用這個電池爐 我們去調校火力很容易 因為我們其實記住它的數目字 我就記住它的數目字而已 隨時可以把它調大調小 它進去都很快 那個反應很快 我們看到它的雞開始收縮 就是它差不多熟了 這個過程最好就不要蓋蓋煮 因為如果蓋蓋煮 那些雞是會快熟一點 但是它的倒汗水 倒在鍋裡 就會影響燒汁的水量 等著燒汁就很難收緊 用這個方法 不用爆的方法 其實雞就會亂滑一些 好 我們看到雞已經熟透了 我們先關一關爐 好 接下來這個步驟就很重要了 我們要留這個燒汁 就是做薄餅的基礎 好 隔走燒汁 看看麵團發酵的味道 我們怎樣知道它發酵完成了 發酵夠了 我們放一點粉在表面 把手指放在上面 輕輕看 它也沒有回彈 而且這裡有些蜘蛛絲 好像有些一絲絲 我們就知道它已經發酵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出薄餅了 在桌面上 我們就灑一點粉 不需要太多 首先我們就輕輕把它排氣 它發酵後 它的麵團有些氣 我們就輕輕地把它排出來 或者有些黏桌 我們就把它沾上粉 先在邊緣這裡 用手指握個位置 我教一個方法 大家很容易做 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工具 一會兒 我們的薄餅就有條邊 我們就用手心去按 按到差不多 因為我們有這些痕 我們要提醒自己 不要推過那些痕 左手就轉 右手就拉 其實你看到我是一個 左手固定去右手拉的動作 我右手就不是很大力的 手拉薄餅就拉好了 在鍋裡 我們就用一個平底的鍋 中小火去燒熱些油 我們用煮光來抹勻這些油 電磁爐是很快熱的 我們就可以把麵團放進去 我們就先煎一煎一面 用慢火去煎香 在煎的時間 我們就準備好燒汁 洋蔥和雞 我們就不要心急 我們就慢慢煎一面 到煎那麼長 我們就可以用鍋鏟去裝一下 看看它煎到你想要的焦香程度沒有 先煎到你想要的程度為止 因為一會兒我們煎了這一面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煎 那一面就會用來放我們的糖 如果你想那個薄餅去脆一點 你可以在旁邊加少許油 想邊脆一點 辣得漂亮一點 可以把它遞起爛一邊 中間其實已經熟了 我先看一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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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那我就可以翻了 先熟了鹿 然後你就把這些焦汁放上去 放芝士 現在先開一個很小的火 我們先放所有材料 然後呢 就放我們的洋蔥 再放我們的雞 沙拉醬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那這個時間你可以把火調回中火 由於這些材料我們之前已經煮熟了 其實我們生蓋的目的就是想焗芝士 如果看到芝士融的話 那就是薄餅已經完成了 好了 我們的薄餅就出鍋了 好 最後我們就灑一些紫菜絲下去 那這個日式照燒雞鍋仔薄餅就完成了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 立即上至想買 以及記得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